电钻箱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装公众小米 在网上接了一个装灯的活 装一个锡顶灯 然后打电话客户说他这边有一个旧灯 需要拆一下 然后我报价就报50块钱 直接成交 因为他这个灯也比较大 拆这种灯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非常小心的 因为他这个都是玻璃 这个灯听业主说是五六年前安装的 这个是他父母当时帮他装修的房子 选的这个灯 这个灯就是比较老款 现在坏的只剩几个灯泡可以亮 其他的全部都不亮 一直也没有修过 他这边准备要带小孩了 所以说考虑这个灯的光源不太好 就换了一个品牌的灯 这个灯拆下来也不要了 直接就扔掉了 所以说拆的时候也没必要说 一个一个的全部都拆下 也不用说怎么保护 直接就是常拆 这个底壳就像一个大白纸一样 特别的软 这个质量真的是不可恭维 一个灯整体拿下来 就这灯 现在感觉五块钱都没人要 当时买这个灯的话应该1500到2000块钱吧 这个灯的线好长呀 直接都延伸到地面的 当时安装的时候都是在地面接好线 然后端上去直接安装的 像它这个是一个六层的顶楼 所以说顶子全部都做的是石膏板吊顶 然后吊顶里面预埋的是木板 所以说我们按灯的时候直接用木螺丝 穿透石膏板 拧到木板上就可以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读过书有文化 所以在选择灯的方面 全部都是品牌的 怎么说呢 这个灯肯定是好光源 没毛病 对孩子的眼睛有保护 像这种灯安装一定要安正了 米师傅没有其他的办法 就是一个水平仪 一条直线 分分钟搞定 线放好以后 我们直接把平板灯拿上去 单手举灯 把这个线从这个灯的中心孔穿过来 这个灯是厂家开的中心孔 调整好位置 我们直接上螺丝 这个灯怎么说呢 安装起来是太简单了 像这种灯的安装呢 每个老师傅都有自己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直接互相借解吧 谁的方法好就用谁的 新手师傅呢 可以选择性的学习一下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这个线只要放出来的话 这个比较有说服力 很多客户就直接非常认可 就说哎呀 这个方法确实好 这样按出来绝对标准 你们是什么公司啊 这么牛逼 按个灯都要上个水平仪 其实我们公司都不要求的 这是我的个人习惯 这种的安装单照的时候 我们勾着一个脚 然后再扣 这样的话比较好安装 安装完毕 一共95块钱 收工 好了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拜拜